拿着吸尘器对准车内座椅缝隙 仔细清洁 动作看似简单 但对三年前罹患中风的许先生来说 这进步速度可以说是奇迹了 右手从头到尾右边都不能动 那我就不相信 我就赶快再去委托 别的内神经内科医生来看 他也说不行 突如其来的打击 让夫妻两顿时手足无措 没想到二号还没完 刚开始他是去医院照顾我 照顾我之后 他就发现他背部在痛 然后再进一步检查 就是发现那个有癌症转移 之后就接收治疗化疗还有电疗 接二连三的挫折 接踵而至全家经济也顿时陷入困境 五下可能就让你坐一个小时了 一个小时你坐五下就要脱小了 对啊因为连动都不能动啊 就这样子我就有算一下了 他说不行一定要全开 男傲的复健过程再苦再难 徐先生都咬牙说到做到 只因为他对妻子的这句承诺 毕竟你是我们整个家的支柱嘛 啊妈妈我就不好意思 然后他自己就说 拜托你照顾我妈妈 他会很认真的做复健 那他也说得到做得到 他们开始每天自己做八小时的复健 做到跟复健师吵架 复健师觉得他做太久了 遭遇困难不轻言放弃 因为夫妻俩的任性不是天生 而是苦过来的 这一半是我们的啊 我们成租的啊 然后厕所就在这个 厕所要跟隔壁界的啊 在这里 就是这个 这个唯一个小小的 回想草创时期 说有多艰辛就有多艰辛 把我唯一的一台车子卖掉 当那个资金啊 工作时数算蛮长的啦 因为刚开始我们没有很多人脉 就是只有靠时间换取 换取一些经验金钱啊 睡眠时间还有吃饭的时间都不正常啊 不堪过度劳累 让还正直壮严的许先生 身体就此泪垮 虽然历经人生低潮 但夫妻俩索性最终走出谷底 如今的他们除了继续经营自家车行 更不时会到庙里担任志工 他们向神明还愿 要以自身苦过来的宝贵经验 去帮助更多民众度过人生难关 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